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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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复动脉穿刺可引起创伤和细菌感染 炎症和药物的局部刺激可使动脉必变胞而形成动脉瘤 三 酸色注射毒品会造成血管内膜损伤 血管内膜不光滑可引起血栓形成 形成的血栓在血管中到处流动 遇到有小动脉时便可以引起酸色 酸色使盖出动脉血流积段 引起锁工血区域组织缺血 外词常见的有被血栓塞 脑血栓塞 肢体动脉栓色等 当吸食毒品到一定的时间时 人体会对它产生完全耐受 这时候同样剂量的毒品无法维持体内平衡 当然也很难再有心快感 加大毒品剂量是必然的 选择静脉注射 这是相当危险的 除了注射带来的疾病外 一旦毒品的使用量没有控制好 会直接对生命造成威胁 事实上吸毒者一旦到了注射毒品的地步 基本是难逃死路 因此尽早戒毒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信息来源 中国禁毒编辑 出镜